红毯现在就像一个大型的比美现场 各路明星不管好不好看 性不性感都要来试一试 各位是八千过海各显神通 拍照时各是各种凹造型 吸引大众的眼球 但是想要在众多女性中脱颖而出 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不仅要比美比穿搭 学会拍照摆动作 也会让你瞬间在众多女性中凸显 快速抢占C位 张子怡却存在一次节目中 为了和刘嘉玲抢镜 直接就上演现场巴依 这一波操作也是看待了众网友 不过最终张子怡成功了 当然红毯上还有一些赖着不走的 万倩在出席时上先受红毯时 身穿一席黑色深微长裙的她 可谓是全场焦点 一向端庄大气的她 这次一改往日风格 展现出了浓郁的妩媚一面 高开插的设计 各是进行腿部的修长纤细 不过万倩这个风格尝试的不多 并且上下露夫面积太大 使得她总是在意是否走光 有点放不开 最尴尬的是万倩在拍照的时候 像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不停的摆pose不断 好像完全听不见别人的声音 主持人连催刺刺 万倩老师请一步主会场 万倩这才走下了红毯 场面一度有些尴尬 虽然之后完全回应 自己是太过紧张 所以没有听到 但是很多网友还是不买账 认为万倩是故意赖红毯 所以才装作美听见 你们觉得她是故意赖红毯吗